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许凯谈松韵的甜蜜婚礼系CP感如何燃爆全网 在我们的生活中 总有那么一瞬间 一段场景能够深深触动心灵 激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 最近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中许凯与谭松韵的婚礼系 变成了热议的焦点 这场婚礼系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 更是情感的极致表达 让无数观众心动不已 阳光透过古老的街道 仿佛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许凯 那位颇具魅力的男主 紧紧抱着谭松韵 如同在向全世界宣布他的爱 这种真实的情感流露 恰似生活里每一次真挚的拥抱 让观众感受到爱情的温度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许凯和谭松韵的表现背后 体现了深层的情感共鸣和投入 其实 演员在角色中的沉浸感 可以直接影响观众的体验 许凯曾表示 在拍摄时他几乎真的站在了婚姻的殿堂上 向谭松韵取下了永恒的誓言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让人不禁想起我们自己对爱情的期待与向往 初恋的甜蜜 成熟爱情的承诺 幸福的泪水 这些情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许凯和谭松韵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拥抱都传递着这种情感的力量 他们通过细腻的演绎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真实变化 仿佛重新定义了什么是爱 例如 当许凯用力拥抱谭松韵时 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优雅的力量 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那一刻的幸福感 这是任何台词无法传达的 然而 演技的魅力所在不仅余子 在这场婚礼戏的背后 还有着阵阵默契与配合 许凯和谭松韵为角色付出的努力可见一斑 为求完美 他们反复推敲剧本 细致打磨每一个细节 正是这种对演艺艺术的尊重 让他们在表演时显得如此自然与真实 对比于一些注重形式的表演者 许凯与谭松韵的演技 更显深情且富有层次 那么 作为观众的我们 如何在生活中找到这种真实的情感体验呢 首先 重要的是要懂得珍惜 我们也许能够从他们的表演中得到启迪 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都应充满爱与勇气 无论是面对爱人 还是朋友 与其用华丽的语言表达情感 不如用真挚的行动去温暖彼此 其次 保持真实的自我 不妨在生活中尝试用许凯和谭松韵表现出来的那种投入来面对你身边的人 无论是家庭 朋友 亦或是爱人 真心流露的时刻才是最动人的 回顾此次事件 我们不仅被这对可爱的CP所吸引 更被他们表现出的深厚情感与努力所感动 许凯和谭松韵用自己的行动阐释了演员精神 无论情节大小 每个角色都值得全情投入 他们的每一次演绎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与情感 期待未来他们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与感动 因为 爱情的美在于它的真实与分享 在这个星光灿烂的时代 让我们一起向真诚的爱致敬 离开谭松韵 许凯心脚能否再现寒平辉煌 登顶巅峰 大家好 我是一位热爱生活的博主 我专注于原创内容 知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信息 如果你喜欢我简单朴素的文章风格 那就太好了 许凯因出演新剧火场追凶 而在全网引起了广泛关注 其发布的视频和图片物料多到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就像星光中韩平描述寄星的创业计划书一样 发得跟传单一样 很难看不到 许凯主演的行侦剧火场追凶即将在优酷平台独家播出 许凯在剧中扮演男一号火灾调查员于童 这也是他首次尝试悬疑题材 许凯在首次尝试扮演警官时 发布的剧照展现了他冷俊严肃的一面 他身穿制服 面容不苟言笑 眼神如炬 仿佛应一般锐利 全身360度都散发着帅气的魅力 相比起他以往饰演的霸道总裁风格 身着制服的徐凯更是展现出了十足的荷尔蒙气息和硬汉魅力 使众多剧你对他新剧的上映充满期待 首日发布的片花便吸引了超过19.6万优酷用户预约观看 来势汹汹 热度难以遏制 但是 作为徐凯的铁粉 我却被他和谭松韵合作的 你比星光美丽深深吸引 迟迟无法脱坑 他对新角色的硬汉形象几乎没有感觉 徐凯的韩庭霸总气场实在太过迷人 那迷死人的桃花眼让所有人都无法直视 实在是没有人可以与之匹敌 正如网友们所评论的那样 徐凯的眼神 就算对着电线杆 也能放出桃花电 在娱乐圈中 唯有谭松韵才能捕捉到他的深情目光 坦白讲 徐凯能够在2024年爆火 最关键的因素还是遇到了搭档谭松韵 是谭松韵使得观众突然感受到了徐凯的帅气 是他让徐凯眼中的深情拥有了星光 也是他赋予了徐凯的演技灵动之感 徐凯主演的所有角色中 他在情感上与女演员的交流 从未展现出过极强CP感的火花 几乎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显得空洞乏味 缺乏故事感 只有面对谭松韵时 徐凯才展现了他那种温柔的呵护 那种隐忍的关怀 那种默默的守候 那种炙热而强烈的占有欲 使韩婷对季星的无限温柔和深情被完美展现出来 让所有观众未知感染 引起所有剧迷的共鸣 尽管你比星光美丽已经播出一个多月了 但在娱乐圈的影视剧江湖中 季星与韩婷一天一天 日积月累 回首之时 盖棺定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依旧被人们津津乐道 观众们依然喜爱着徐凯 喜欢他在情感方面专一 在职场上果断决绝的霸总形象韩婷 如今 徐凯和谭松韵的合作新作即将上映 徐凯即将转换身份 从深情的霸总变成火灾调查员 他能否像韩婷一样赢得观众的喜爱呢 我们且行且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